嗨大家好我是TK用 也可以叫我TK 各位海盜應該已經注意到海上的一些變化了吧 Season 5第五賽季2月更新 已經來到大海上的一切時間了 緊接著3月也將迎來Season 6第六賽季的到來 這裡我就快速重點介紹一下這次2月的更新內容吧 1. 新冒險 濃霧籠罩的島嶼 該冒險限定時間為2月17日到3月3日 一到酒館就會發現酒館外的Larina在不完整體 該冒險的開始要和酒館外Larina談話 並選擇開始冒險 海盜們將會開始著手調查被濃霧籠罩的金沙貿易戰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也會和呆呆到德賽很久的角色貝利 一起找尋整件事情的真相 2. 新介面 Adventures 冒險 按出選單後會發現多了Adventures 冒險的介面 該介面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冒險的故事 行動 紀念品 故事可以依照海盜們完成的程度 記錄著你們冒險的過程和結果 行動則可以知道該冒險需要完成的內容 紀念品則是完成冒險或者獎勵 另外也能預先知道下次冒險的時間 所以想成為故事一份子 或者喜歡紀念品造型的海盜 就不要錯過了 3. 世界變化 不少的島嶼被農務給籠罩 金沙貿易戰也在其中 所以金沙貿易戰不再是所有海盜出海冒險的起點 另外野間的海盜應該也會發現烈焰之星的頭 已經很久沒出現在大海上了 不知道烈焰之星現在在打什麼無意算盤 如果海盜們想要再見到烈焰之星的火潤號 當執行最高深光靈魂迷射幽靈艦隊任務時 最後一波有機會可以遇到 再讓烈焰之星好好成長我們的砲火 4. 海盜百貨更新 首先第四賽季才能得到的強盜傑克套裝、武器、船造型 已經再次出現在海盜百貨中 除此之外還推出了之前第四賽季沒推出的 強盜傑克船造型中的大砲、船矛和大砲火焰 擠易山南瓜為主題 處處都有南瓜人數 喜歡南瓜的海盜千萬別錯過 大砲火焰還會有南瓜土的神情 再萬聖節使用再適合不過了 另外第四賽季才能得破綻百處武器之士 也回到海盜百貨中 接下來還有第三賽季綠圖的通行陣 推出的雷靡之怒造型 二月更新多了收藏家系列 晚上會發光的閃電標誌 感覺在暴風雨或是所有閃電的目標 武器系列推出了兇徒武器 寵物部分推出了灰暗詛咒德國牧羊犬 船系列中 靈魂之火新增的靈魂之火大砲火焰 表情系列推出了道具大師表情農混包 證明你很會以道具為主題做表情 還有神秘迷猴表情農混包 貫徹不看、不聽、不言的智慧精神 或者想扮演猴子喉鬧一番也可以 最後少不了的免費表情發脾氣 將你內心的不滿意完美呈現出來 5.貿易戰更新 這次在一般服裝店推出了 敏和將軍系列服裝 黑黃色的搭配為主 但不得不說跟有些衣服長得有點雷頭 6.隸屬聯盟船帆和旗子 在2月官方公布了隸屬聯盟船帆和旗子造型 是只有參加隸屬聯盟所舉辦的活動才有機會獲得 隸屬聯盟簡稱AA 是官方認證的社群 在官方網頁的社群頁面中 隸屬聯盟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有哪些社群 我們CFC台灣也很榮幸的在捷克船長遼戴海的那一天 正式成為隸屬聯盟 所以如果喜歡隸屬聯盟船帆和旗子海盜們 不妨加入那些社群看看有無活動可以參與獲得 7.其他更新 這裡說說有哪些遊戲性的改進 表情顏面新增到實驗 讓喜歡做許多小動作的海盜可以盡情發揮 還有協助工具那邊有傳舵聲音的選項 可以在轉動傳舵時有其他輔助聲音 之前有聽說該選項的推出是為了輔助那些眼睛不方便的海盜們 真的算是很棒的設計 最後就是一點小發現 不知道各位海盜有無發現一些船上的擺設 像是單位帆船以前這裡是木桶呢 變成了類似書架的裝飾 蠻好奇未來這個書架也無其他特別的功能 該不會只是好看吧 以上就是我整理的Season 5第五賽季 2月的更新重點 希望對各位海盜們有幫助 我也會在說明欄貼上這次2月的更新日誌 想瞭解更多的海盜們可以去看看 海盜們準備起航去調查 農物籠罩的真相了嗎? 整個自身角色貝利一起冒險 找出到底這海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危機吧 我是TK 我們下次大海見 掰掰